我想邀请先生先生 还有先生先生 还有其他病毒 来一起来 来举这参加的职业 伯特拉大学教学医院 与慈济和联合国难民署合作 为难民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在三个月没有工作 他们没有钱 所以要做试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 这三个疫苗试试 给他们的充满很快 我们很感谢 为了保障雇主及员工的安全 政府促请所有领域的员工 需要在复工前进行新冠病毒肺炎检测 其中包括外籍移工和难民 因此伯特拉大学教学医院 借出场地 捐赠别人试子 提供难民免费的冠病检测 在七月二十号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检测 每一个星期的星期三 都会有这样的检测安排 我们在做试试 所以我们可以保护自己 和客户 我们可以保护得更好的信心 然后政府可以保护这个疫苗 检测由此际预诊中心的医护同仁负责 并做足防护措施 希望让各界都能安心 大爱新闻 刘测安郡如果充马来西亚报导